第一次离家出走是什么时候 第一次出走那时候是在 算六年级的时候 正要中考的时候 出走大概有一个礼拜 后来我想了没办法 就是报了警 但是那个刑警队也是很那个了 积极的 意思就是两夜就帮我找 女儿从第一次离家出走到这一次 您算过大概出走过几次吗 从六年级开始出走到现在有三四次了 每一次都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我也不知道他是为了什么原因 我也没有跟他吵 也没有打他 那你们发现他出走回来之后 跟他好好沟通过吗 我脾气也比较暴躁一点 当时找到的时候 我就是来打 我就是问他 你这段时间出去到底在哪里 出去干嘛跟谁在一起 打了之后他说了吗 你无论怎么打他都不会说的 一个字都不会说 从这之后 李女士对女儿婷婷管得更严 然而正处于叛逆气的婷婷 初一没读完就辍绝在家 然而出走的时间一次比一次长 而我们只有找到婷婷 了解她离家出走的真实原因 才能帮助这个家庭回归正常 在拿到婷婷的联系方式后 我们拨通了婷婷的电话 我不想回家 我不想牵到我爸爸 那如果说你们坐下来解决问题呢 我觉得解决不了 刚刚我到人要解决的 要解决 刚刚她回来 自己来就联系 因为听不进去 别人再说什么 经过一个小时的深入沟通后 婷婷最终答应 与我们见面相聊 婷婷只告诉我们 她在杭州 具体见面地点 要等记者到达杭州后再联系 为此 我们前往杭州寻找婷婷 然而 当记者到达杭州后 意外却发生了 在相遇地点 苦苦等待了两个小时后 婷婷仍然没有出现 记者拨通了婷婷的电话 您拨战的用户已关机 请稍后再拨 就在记者担心婷婷赶来的路途中 是否发生意外时 婷婷却发来了 无法前来的信息 无法前来之下 记者只能选择在第二天 通过网络和婷婷取得联系 然而此时 婷婷却告诉我们 她并不在杭州 无法如愈而至 在接下来的三天里 婷婷多次答应见面 又不断施约 我们能理解她这样的反复 很有可能和她多次离家出走 有莫大的关系 在记者的坚持下 婷婷再次答应前来见面 婷婷告诉我们 她一再不愿意出现 主要是担心父母会出现 她很害怕父母 害怕待在那个家里 究竟是有着怎样的经历 让婷婷宁愿在外流浪 也不愿回家呢 那么今天 婷婷会愿意来到 复合天使调解现场吗 您好 婷婷 您好 来 这边请坐 婷婷 你怎么这么心狠啊 你啊 你知道我妈妈 你一年才 怎么过你知道不知道 妈妈到底做错了什么 给你这么恨啊 我们先平静平静 好不好 心情能理解 但是我们先 听听看孩子怎么说 好不好 好不容易他来了 是不是 控制一下啊 你好 婷婷 你跟大家说 你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 我一直以来 这躲了都快两年了 我经常换号码 总是怕我爸妈找着 然后呢 今天呢 我来到这里也是想解决问题 我希望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就以后就不用这样躲着牢 躲着他们 那你是希望跟爸妈回家 还是希望他们放你走 我希望一个人生活 你为什么那么怕 我每次离家出走 回到家了 一家人坐在床边围着我 问我到底去哪里了 然后问到 问到我不知道该回答什么 说也不是 不说也不是 说了他们觉得我说谎 我真的很怕 要么回去就把我毒打一顿 他们不分轻重地打我 最狠的 他们会不打 最狠的 就是用那个扁蛋知道吗 扁蛋 削成短短的 他们用那个打我 永远都不知道分轻重地打我 我病了 他们说我装病 是因为老闻 未经许是在净